老的时候可以 大家可以 再煮一天 你们说我才不要 上班的时候天天被你叮 下班的时候还起来 哈喽大家好 我是Lio老师 我们今天跟各位来谈一谈 老人家如何要活得有尊严 三种养老的方式提供各位做参考 在影片开始之前 请订阅我 开启小铃铛 才能收到我们最新上片的提醒 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想过 就退休之后 你要住哪里 有些人说要不我就回乡下 老家反正还有一片地 是吧 回去种菜 然后过着这种咸鱼野鹤的生活 那另外有些人说 我就跟我的儿子女儿住 对不对 跟家人一起共享天伦之乐 还孕弄孙也不错 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以前我经常开个玩笑 我说小朋友在很小的时候 把妈妈爸爸当什么 当橄榄球 就是要抱在心上一样 没有到神那么可怕 就是每天都要赖着他 有没有就这样 然后慢慢长大之后 你会发现 爸妈像篮球一样 为什么呢 不是传来传去 十几个人要抢一个球 有没有发现 大家对你的需要也很够 可是你慢慢 小朋友长大之后 慢慢离家之后 你会发现 爸妈有点像足球 踢来踢去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小朋友工作也很忙 婆媳之间住在一起 也经常会产生一些矛盾跟冲突 那老师也很鼓励大家 如果能够保持一点距离 那个美感可能更好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到底要去哪里住 或是怎样安排自己的一个退休生活呢 我们来听听看有几个方式 首先第一个 你要打造一个无障碍的居住空间 为什么要打造这无障碍的居住空间呢 事实上坦白说 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我们很多的体力 不如年轻人这么样的林立 那之前我也好像有拍过一支影片 老人的时候 你的房子应该是怎么改造 像浴室 一般的浴室是经常会产生危险的地方 所以浴室如何地做到繁华 包含你那个浴室的门 是外推还是内推 或者是可以 对双向的这些都非常重要 我们的浴缸是要往下低 而不要往上高 因为我们脚一抬起来 有时候一洗澡澡的时候 可能跌倒的机会都会有 如果是有高楼层的 可能需要电梯 而电梯的大小 也要适合轮椅能够进去的地方 那些等等 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所以如果今天要自己住 那你就必须要懂得自己保护自己 首先几个概念还是跟各位提一下 首先第一个 我认为地面要平 有时候经常我们会跌倒 就是因为地面不平 有时候一高一低不行 就举一个例来说 如果我们有一只手机 你不想摔下去的时候 你摔在一个大理石的地面 跟摔在一个 所谓的木板的地面 或者是地毯的地面 哪一个容易破掉 大理石 其实我们老的时候 跟手机一样脆弱 第二个走道跟房门也非常重要 因为走道跟房门 主要是走道的部分 必须要有一定的宽度 它适合轮椅 如果未来我们老的时候 生活起居不方便的时候 需要人照顾的时候 这个轮椅要必须过得去 这点非常重要 那第三个扶手 年纪大的时候 脚就越来越没有力 所以有时候需要靠手 稍微撑一下 所以你看到那些无障碍空间 那些厕所 为什么有这么多扶手 都是很棒的 但是这个扶手 也不一定可以做得很丑 现在很多的设计师 你可以去看 可以做得非常漂亮 这个也变成是一个装饰品 也很重要 那刚刚提到了 其实浴室是一个 非常危险的地方 包含像过去的瓷砖 现在都不适合用 因为瓷砖很滑 虽然它容易清理滑 但是现在目前 都可能需要一些防滑的 那甚至我们在洗澡的浴室 除了刚刚讲那个门 可以开之外 有没有一种折叠椅 老人家这个洗澡的时候 有时候坐着洗也不错 洗完之后把它撑起来 年轻人也可以用 那类似这样的一种状况 都可以去改造 我们可以花一点钱 把家里略为整理一下 因为坦白讲 钱花得到是财产 花不到就变遗产了 对不对 既然我们要想自己住 必须要把我们全家的 这个居住空间 弄得舒适一点 更适合你老人时候居住 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 第二种居住的方式 就是去到这种安养中心 或者是养护中心 很多人听到这种安养中心 跟养护中心都非常害怕 那想起来还是那种阴阴暗暗的 老人家被丢到那边 好像类似被弃养那种感觉 其实各位你想多了 现在社会真的不断地在进步 现在很多的这些安养中心 我的天哪 很贵好不好 真的是五星级 不是五星级 是五星级的 真的是五星级的 有人打扫 有人干嘛 真的是很棒 重点要依你的财力去选择 坦白讲像你刚才讲的五星级有 一个月可能要付的这个费用 大概三五万块都有 甚至更高都有 这样的一种中心它有分几种 一种就是所谓的租润 像租房子一样 那另外一种就是一次 一次性买下来 以台北市为举例 这老人的公寓大概六十五岁以上 并且要符合健康的条件 所以你要知道这种安养中心 它不是让你住去坦在那边 就是人要健康才让你去的 所以是要符合身体健康 那单人房每个月的房租 大概一万三至两万二不等 伙食费每一个月大概三千六到四千二之间 这是一般 可能不是太好普通的 那么如果是有房子要出租的话 这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方式 什么意思呢 我想现在如果有很多老人 他们自己也许本来之前就有房子 那他可以怎么做 那这些怎么去扣掉这些负担 他可以把自己原有的房子租出去 当他租出去之后 他是不是就有房租的收入 当他如果有这个房租的收入举个例 他如果这个房租的收入有三万块 那他去入住这一个单人房 你看刚刚不是提到大概两万二左右 再加上伙食费 加一加烫不当当也差不多在三万块左右 如果他房子租出去是三万八 那这边每个月还有八千块的收入 那个房地产是不是还在 那又换一个地方来住 那这样的一个部分 可能至少还有人照顾 有一堆人在那个地方 我觉得这个也是不错 这叫安养中心 那另外呢 有一个叫称之为养护中心 那么养护中心跟安养中心的差别是 安养中心必须要身体健康 而养护中心一般来说 都是健康状况不是太好 需要人家照顾起居 所以才要找到这养护中心 如果提到养护中心就不能叫房间 刚刚那个叫一个房间 对 你有一个独立的空间 那到养护中心就比较辛苦 它不叫房间 它叫床位 你就一个床位 多少钱 有点像医院 有点像医院 那真的到那个阶段就比较辛苦了 那一定有这样的一个机构 甚至呢我们都有一些保险 像长照险 可能可以来提供我们这些养护照顾 因为你知道 当这个老家生理一旦不好的时候 你的子女可能要照顾你要花好多的心力 他可能还要上班 他们自己有小家庭要养 其实也是蛮辛苦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认为 养护中心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寄托 那当然也是跟你的财力一样有分别 那你想想看至少有一些专业人在里面 然后医疗设备也都有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地方 那当然了 谁也不想从房间到床位嘛 所以各位身体健康很重要好不好 这个要经常活动活动 让自己快快乐乐 身体健康最重要 那第三种 这一点我还蛮有兴趣的 共生互住的退休宅 这边有提到一点就是说 早在1970年 北欧国家就已经产生出这种 发展出这种共生互住的住宅 那这种住宅是什么 他们是有一个独立的居住空间 譬如说自己有独立的一个房间 一个套房里面有厕所 你里面有客厅有电视 但是走出来之后呢 有很多东西都是共享的 包含厨房 包含一些其余的娱乐空间 都是共享的 就是一个人在那边 享受自己的独居的生活之外 你也可以走出房门 就可以跟一大堆的朋友相互拥抱 那这种方式是非常棒的 不过现在目前在台湾 也非常流行这种共享经济 各位有没有发现 现在很多的办公室 都有共享办公室 也就是自己有办公的空间 出去咖啡厅 会客厅 会议室 大家都可以共用 我去找了一个资料 我有看到一个台南 有几个有12户家庭 分享一下给你听 他们大概集合了10到20人 合购 合建 然后合租 什么意思 就是他们去共同买一块地 一起把它建起来 那把它打造成像刚刚讲的 地也很平 走道也很适合 这个轮椅等等的 然后呢 因为大家共同出资 把这个地方租下来之后 所以他们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共同的房间 他们共同分担的 这些成本跟开销 他们互相的陪伴 然后培养共同的兴趣 在这里面呢 有一些是血缘 有些是非血缘 举一个例 譬如说有姐妹的 他们年纪大了之后呢 姐姐跟妹妹几个姐妹们 就三个人就合起来 跟其他 譬如说 其他兄弟也合起来 就类似是这样 大家有认识的 有不认识的 全部住在一起 他们揪了12个家庭 每一层大概有三户 总共有12户 那每一间的那个房间 的室内空间呢 18到20平 也算蛮大的 对不对 它里面有独立的厕所 它有独立的船位 它还有什么呢 它还有它小小的客厅 娱乐的地方都有 其实蛮不错的啊 这是不是就不用去到 那个养护中心 也不用去到安养中心 我们自己就建起来 而且呢 每一户啊 这样子建起来 总共四五层楼 然后一员都有一个 这个20平的这个房间 然后还有一些娱乐啊 餐厅啊 然后娱乐的地方都是一起的 你知道这样一间 需要多少钱 各位 四百万到五百万之间 在台南 一间 一间 就整个那一栋 大家合资嘛 就是我只要去参与的 我就付五百万 在这一栋里面 我就有十二分之一 就这个概念 大家就住在一起 而且呢 他们的开销还怎么做呢 他们把所有的开销 里面包含 请人来打扫 请人来煮饭 并且定时的 去找一些所谓医务人员 来这边帮大家检查 各位这是不是很棒 喜欢打麻将的 喜欢打桌球的 把这些东西都把它搞起来 你会发现一件事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大家一起养老 这会比那些所谓老人机构 还更加的便宜 朋友之间应该可以啦 比如说我老的时候 找这个文德老师啊 对不对 找Alan老师啊 大家弄在一起 对吧 不过要志同道合 你如果没有志同道合 在一起也是非常辛苦 所以有一样的兴趣 可以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也很不错 各位我不知道 你对于这样的一个部分 比如说呢 第一个在自己住 打造出一个这个无障碍的空间 你比较喜欢 还是呢 你也希望到这种安养中心 反正大家一起团队的生活 那种感觉也不错 还是你也喜欢这种所谓的 共生互助的退休长 哪一个是你比较喜欢的呢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哦 老了之后呢 我们要怎么样生活 还是以自己的意志最为重要 不论是跟家人住在一起 不论回到老家 这个卸甲归田 然后享受这田园之乐 或者是自己找一个好的空间 活着自己的生活 然后做得健康一点 纠集的好友 我们大家去创造自己一个新的天地 你喜欢哪一个呢 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好吗 今天我们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我觉得你喜欢哪一个呢 可以等一下 你喜欢哪一个 这么激动 选您了 选您了